好 等哈哥 沒事啊 你 開始啊 我開始啊 歡迎收看藍球摸谷 我是佐佐 今天的搭檔就是 喔 我山山來遲 我以為你要說山山來遲的來遲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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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山來遲的哈總 因為最近那個 球隊的業務之前是太繁忙了 對對對 辛苦辛苦了 一直被聯盟教去檢討 說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對裁判 被擦踢了這樣 你又被擦踢了嗎 擦踢了次 擦踢了次 你幹嘛這麼搶劲 沒有沒有搶劲啦 有時候就是那個 情緒控制不住 其實是想要跟裁判溝通啦 但有時候可能聲音太大了 就會被人了 會被擦踢 是這樣嗎 其實是一種良性的 但我們的來賓小佐 二刷的小佐好像不是這麼說的 聽說你們當年台皮在板 但所以也是蠻熱鬧的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跟妳講 當時還好那個收音設備 沒有現在那麼精良 如果當時收音設備有這麼精良的話 那絕對可以另外再開一個節目 是 那一定可以 歡迎收看 台皮 上次的話 好好介紹一下小佐 歡迎小佐 哈囉哈囉哈囉 今天又是二刷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小佐的那個檔案 又死在了硬碟裡面 跟上次手手震的一樣 同一個 我們就幫你同一個 同一個硬碟有手震的跟小佐的 都沒了 就直接爆銷了 他說你們這個硬碟太驚人了 是被卡車輾過是不是 我也是不太能夠理解 對啊 但今天還是非常開心 小佐願意賞光 再來我們的籃球模仿 我們開門見三 我們就先講一下 因為之前呢 小佐其實是在SBL跟NBA 其實都有擔任過球評的工作 是 今年呢 升級來到Buffling 就直接開門見三 都不贏一下 因為我們打總是在T1聯盟 對 你應該有稍微做一下大家的這個功課吧 有有有 現在所有的球賽應該都有在看吧 有有有 感覺如何 我們先從場中央的內容來看 你覺得嗎 我覺得現在好像T T的一些球隊的落差 他似乎感覺有些比較大 因為後來 對 因為他們好像成軍的有幾隻球隊 是比較晚的 我們就直接點名看 像桃園雲寶啊 或是台庚別雲 對啊 對啊 就是他們的成軍時間比較晚 所以他在球員的磨合 跟球員的一些 就是在找這個組建這個球隊的過程當中 好像是比較 倉俗一點 對對對 所以這個落差感覺起來是比較大一點的 可是你看鋼鐵人也是成軍比較晚 大家也會覺得他的本土戰力好像比較弱 那你覺得比如說 好我們比方說拿鋼鐵人跟台南獵鷹 比起來你覺得呢 基本上球員正如在 至少有一個正如 有一個比較代表的人物 可以震得住氣場的人 對對對 而且畢竟國家都會射手 對 然後他也在熱身賽35分啊 也打掉那個虎鷹 你在生賽而已 沒有還沒還沒 還沒 對對對 所以 至少他都有一個當家的球星在 對 所以我覺得 以P來講的話 他們的一個成軍 他們感覺似乎是 他們的部署時間比較長一點 也許在上一季還沒結束的時候 他們就已經開始在 超前部署跟一些接觸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一個 成軍時間跟這個準備的時間 看起來是比較充裕一點 不過說實在的 很多的網友跟球迷 不管是有沒有到現場看 或是看轉播 其實他們都在說 不管是Plus League或是T1 這兩個聯盟其實都 蠻洋將聯盟的 洋將聯盟 沒有啦 主要還是講T1 對 洋將聯盟是真的啦 也就像小佐剛剛講的 因為 畢竟 你看像那個 雲豹 還有獵鷹 他們確實需要這些 超強戰力來幫助 要找一個當家的 這樣鋼鐵人 有一個正如 你至少要有1到2個 是那種 大家覺得 哇可以震得住腳的那種 很厲害的 但是說實在 這兩隊真的 我也看不出來有誰啦 但是我們還是希望 整個比賽的那個 精采度要有嘛 是 不要說我們啦 這個聯盟啦 對 所以說還是 嗯 在洋將的這個 整個上場時間 還有 亞外 第三類球員的這個 上場時間上面 可能會稍微多一點 對 就像我們的施東一樣 是 48分鐘 很多人跟我講說 怎麼樣人家是沒有人權 是不是 欸你不能這樣子講 你這個毛工支持 你不能這樣子講 領了多少錢做多少稅 他一直跟我們講說 他要打 他要打 是他要打 對到現在我們問他說 你會不會累 他不會累 他說他不會 這種球賽還好 對啊 他說他前一個晚上還 怎麼了 就是聽音樂聽到很晚 我可能以為你要說出什麼東西 還有嚇一跳 就是你想的那種 但我不好意思說 是那種比較重金屬 重節奏的音樂 重節奏的音樂 聽比較晚一點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人家體能很好 對啦 所以 對說是洋將聯盟 但是OK啊 其實把整個比賽的那個 精采度打出來 也OK 好啦 而且我們本土也很強啊 我們本土 我們小安目前的數據 超漂亮 P加P 比起來我覺得 小安數據真的是不錯 就拿一個本土可以 你要擔心囉 人家會挖高興喔 沒關係啦 自己注意一點 最後一二兩年啦 打的是這樣的算盤 不過呢 現在也要請小佐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你是透過 從球評的角度來去看 所有的賽事的 如果說以形象層面來看的話 你自己去觀察場邊的那一些狀態的話 你覺得兩個聯盟相比下來 你覺得 最大的差別在哪 我覺得是 行銷嘛 行銷上面的話 我覺得 P的 他也是從準備時間很多 而且他的一些 曝光的方面做的比較多 讓人家知道說他的修賽季 他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就是他可能出新聞稿 對 就比較頻繁 可能修賽季 包括裁判 對 裁判的一些獎 還有特地的裁判鞋 鞋子 對 所以在這一方面來講 然後感覺不管是你是在場上 還是在場下 甚至是在可能有些爭議後的一些 檢討 或者是處理 可能會在YouTube公佈 或者是讓影片做影片給各位看 所以在這一方面感覺是 似乎是現在是目前做得比較好 那不過T呢 是因為他也才剛 剛成立沒多久 這也才第一季而已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給他們一點時間 然後去做這些其他的修賽季 或者是後面可能一些正義球的一些 的一些危機處理 這樣子 我覺得個人想法就是 如果說你們的highlight 可以剪得更精彩一點的話 是不是 我也覺得有時候說真的 因為畢竟我 其實我也不是為聯盟發聲 我也 我們也經常希望說 聯盟可以多為球 我們每一個球隊做些什麼 如果說他是一個大家長的身分 來照顧每一隊的孩子 都說我都希望你們狼狼後 對 然後幫你們做一些什麼 是由他來帶頭的話 我覺得Plus E這一點就做得很不錯 因為他們起頭的效果很好 的確 因為我覺得T1可能 可能畢竟是真的 當初 從5月份準備要開始 大張旗鼓的開始準備的時候 剛好遇到一起 對 全部都是線上作業 對 很多東西 沒有辦法做這麼多的職前訓練 是 職前訓練 對我們還是多給時間 小安上次我就看他比賽 他還在中場休息的時候 跟我想說要第一位單打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他在那邊這樣子 摸摸摸摸摸 我說你幹嘛 不要不要 你只要看到你的時候有做這種事 對 我說我那天穿裙子可以不要嗎 哎呀 都是我怕你穿裙子 第一位就把他贏他的 哇靠 你不要再造謠了 不要再造謠了 不過接下來呢 還有另外一個聯盟又開打 就是你們最熟悉的SBO的聯盟了 怎麼辦呢 小佐你怎麼看待呢 過去也曾經是SBO的議員 我們也是希望說藍協辦的這個SBO 是能夠 能夠好 但是 老兵不死 還在凋零 對 但是就是現在目前看起來 也沒有在做更多的一些 媒體的曝光 然後甚至是準備 也沒有太讓人家覺得說 你有在為這個聯盟去做什麼 軟硬體的改變 讓人家大家去刺激說 SBO其實也是 有一些觀賞性 可看性的 讓各位來關注 我們總部的每天都說 SBO是專業的人看的 對啊 總不能這麼說吧 邱教練 你自己點錯了 不是我說的 好啦我們聊到了現在之後 我們先聊回到一些青春期的事情 因為都是在新中學的 就是學長學弟 我覺得感情應該還算OK吧 兩位 我們沒有一起在那個 當然因為剛好是錯過了 但是OK 因為我們很巧 我們不但都是在新的學長學弟 我們還說是台藝大的學長學弟 對 算是Follow嗎 對那時候 其實我們在選擇這個 台藝的這個學校的時候 也有教練跟我們說 其實在那個 哈哥跟歐陽學長 在去的時候都不錯 都不錯 然後整個學校對 就體育進去的學生也還不錯 那確實那時候的李青山教練真的是 場上場下都幫我們 都幫我們弄得很好 對 把你們照顧得很妥當 對對對 就是那時候其實 我們那時候是SBL跟 UBA兩邊要同時打 對還沒切開的時候 所以很累 那所以當時一定都難免會有一些翹課 好 開車去學校之後就在 缺客 缺客 沒有就是我會去 我會去學校 但是我在車上睡覺跟同學說 如果點名打電話叫我去 你這樣還比較好 還比我好 你是直接就不去的是不是 我是直接就不去的 壞孩子 所以那時候去嘛 然後但是教練都會知道說 我們一定有些缺客 就是快要期末的時候就會把我們叫去 就說 補客嗎 哪幾個 哪幾個課有問題 然後他幫我們處理這樣 幫我們去跟老師可能 就是 這些人也上進一點 好歹 小組真的是我們球隊 非常重要的戰力 你知道我們去年可以打到 前兩名 就是靠小組 然後轉過 我們沒有前兩名 前四 前四 就是靠小組 然後一轉過就說 老師老師真的拜託 你知道我們可以打到前四獎 就是靠喇叭 一直在講 一直在講 一直在轉過 他說沒有喇叭沒有說這堂課 搞錯了搞錯了 很感謝他 真的是蠻疼你們的啦 真的說是這樣子 不過身為就是在新的那個隊長 基本上沒有一個是馬卡 尤其是身為就是末代的隊長 這個部分 要跟大家跑 沒有帶末代 這怎麼跟末代隊長 就沒啦 因為我們那一屆 拿完冠軍之後 後面就解散 對啊 是嗎 對我畢業 我們六月畢業了 好像是八月七 八九月吧 就宣布解散 對 你是跟戴好同學嗎 沒有沒有沒有 你是跟小禮嗎 沒有啦我沒有那麼 你是跟家紅同學 對對對 你這麼年輕啊 什麼意思 對 因為感覺出到久 出到久 他出到比較早一點 對他跟家紅同學 對 你很年輕 就是才華洋溢的男子 然後最後就沒落的那個 沒有 對啦 那沒關係 那個時候這樣 祝他好 希望他好 所以就是歷屆那些隊長 小哈跟你怎麼看 隊長這個職位 是不是也都是 那一屆最厲害的人物 也不一定 通常是隊長 沒有不一定是 在場上有他的那個 數據最好的 隊長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必須要是 最能負起責任 是 最能夠比如說 起一個帶頭的作用 比如說 你千萬不能有遲到 千萬不能睡過頭 然後你要 督促所有的這個隊友 然後帶著他們 然後可以有這種 讓大家 比如說你的一句話 是 可以讓大家馬上 凝聚起來 在你球賽當中 我覺得小佐是非常適合的 那我那一屆的時候 我是隊長 你是氣氛擔當吧 我真是搞不懂 我們家裡怎麼會找我 怎麼會找你 那我們那個時候 在那邊 就早餐吃吃吃吃吃吃 然後突然我們家裡就說 欸小哈你當隊長 我說啊 我當隊長 為什麼 老師你是不是瘋啊 你就是當隊長 結果 許教練 許教練選我當隊長 原因是 他覺得我最懶 所以 把隊長這個職務 放在我身上 希望我可以 藉此 就是比較有一些責任性 對 有嗎 沒有 我覺得教練 教練用這個應該 他有兩種用意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看能不能把 學長的這個個性拿起來 第二個他會說 可能去 教其他球員說 那學長都已經這樣子做了 他這個體型 他都可以跑這麼前面 或者是他這個體型 都可以做這麼多事情了 你們為什麼不行 對 那常常會這樣 這是一種激勵法的對象 對 許教練他很聰明 他都會有 其實你也找到了很多理由跟藉口 就是逃避這個責任 對 只是他沒想到怎麼會有一個 這麼臉皮厚的球員 許教練 當初到底是怎麼想 我真的看我太懂了 不過說到你們那個時候的HBO 聽說有個叫F4的稱號 就跟剪家紅 正人為跟蘇伊姐 為什麼 為什麼講到蘇伊姐 蘇伊姐 對 我就想說蘇伊姐 到底是要到F4裡面的哪一個 但小阿哥 來看一下 如果幫這四個人這樣做配對的話 誰是 誰是誰對不對 對對對 沒錯 我覺得 他應該是那個 仔仔的那個位置 因為仔仔是比較沉默寡言 是 跟他有點像 比較沉默 對不對 對 然後但是就是 做起勢來是還不錯的 對 做起勢來是非常俐落 然後很 在團體裡面是很重要的一個 是 那如果說這個比較 愛出風頭的 然後風頭很賤的 我知道了 很賤 蘇伊姐 蘇伊姐 蘇伊姐應該就是那個暴龍的角色 暴龍 就是暴龍的角色 也很程序的角色 那 另外兩位 這個 臉比較腫 腫 那他就是 小田 他就是對 朱小田 我覺得這個 後製做起來會很好笑 為難 等下會不會有四個頭 對 四個頭 對 OK 一起去看流星影 雖然說你們兩位是插了五件 很可惜 就是沒有在同一個時期 就是同隊過 但應該也有聽說 小佐在高中的時候 幫助賽星拿了兩罐的成績吧 對不對 當然有什麼 什麼聽說而已 聽說 見證 見證 在電視機前面看 哇塞 他學弟有沒有好好報名延續這個傳統 其實那個時候說實在戴豪畢業以後 我著實有 有難過嗎 緊張 沒有 緊張啊 因為想說 後進無人 不是二連罐嗎 二連罐 今天是二連罐 他們是二連罐 因為戴豪那一屆 戴豪高瞻的時候 對啊 就覺得他頂天了 沒有是那個小鼎 然後戴豪 然後正如 然後在我們 正如然後你們 所以你們是二連罐嗎 我不是 我不是 但是是小鼎跟戴豪那個罐 那我是戴豪那一屆 戴豪那屆 所以戴豪那屆 那屆是這罐就好 那屆是南三 南三 所以你們是 你是一三 對對對 戴豪那屆我有參 也有參與 對對對 所以就是那樣的意思 戴豪畢業了之後 真的蠻緊張的 想說 佳豪好像還好 然後 那個身體條件啊 什麼之類的 感覺起來好像只有佳豪 因為小鼎打球真的是比較沉默 他就像乾一樣 就像乾一樣 很沉默 他是比較沉默 然後比較不是那麼出風頭 然後默默那邊咻咻咻的那邊吼 很乾 對 所以那時候真的有比較沉默 我會形容成乾 我覺得 是乾 那個形容蠻好的 也是乾臟 然後所以 就那時候真的有胃在心有點 啊捏一把冷汗怎麼辦怎麼辦 會不會就 就沒了這樣子 對 他們高三的時候整個整合的 真的非常好 剪架紅啊 然後小佐啊 喇叭啊 這三個箭頭這樣有組合起來 我覺得 那時候真的 就感覺特別的興奮 因為 覺得說你看 大家好像都畢業了 小鼎畢業了 可是我們在心還是有辦法 還是有辦法 就算我沒有真的這麼高的常人證 還是有辦法可以辦得到 沒有說這麼強的 感覺這麼呼風喚雨的權力 讓我們還是辦得到 那一屆 我覺得那一屆 不管是我們這些學長 我們這些校友來說 或是我相信學校 裡面都是特別的感動 對 振奮人心的感覺 振奮人心的感覺 對雖然說你們沒有就是在同梯過 也沒有一起打過的時候 但是應該有聽過一些 就是學長的傳說吧 有 有 許教練應該講的不少 這樣滿多的 就是 就比方說 比方說 比方說 比方說學弟可能 沒有席燈不敢進去 蛤 沒有席燈不敢進去 沒有席燈不敢進宿舍 這麼可怕 因為許教練曾經把我評為 在心十大惡人之手 對 我接在你後面 為什麼 你是沉默的肝 怎麼可能你是肝 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 有些學弟就是會需要 教育 對要教育 我們要教育 就是要教育一下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跟喇叭是被教練說 我們是壞蛋 對壞蛋就對了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跟你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在心 比如說像其他的所有的 那個時候的學長學弟是都很重 從行中高中 立志中學 然後什麼南三 學長學弟制都很重 我們在心是最早 一開始 就沒有學長學弟制的 學校 算是相處和睦就對了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高一欺負 那些高二高三的學長 欺負得多嚴重嗎 你仗著自己人工馬大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因為學長得很好 我們就是沒有他 洗完澡 他披個浴巾 然後他正要換褲子 我就把浴巾抽掉 是誰 一個就是 一個叫張士昌學長 嚇到 嚇到 因為他人很好啊 那時候也不曉得 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 人善被人欺負 對 因為學長人都很好 我們都會欺負學長 但是到後來 當我們變成學長的時候 就覺得 你們這些學弟 好像真的有點要騎到我們頭上 是不是 是你們自己帶起來的風氣啊 不是也是我們自己不好 對 所以我們就覺得 因為這個東西 應該要稍微整頓一下 是 對 不能讓學弟覺得說 好像要爬到我們頭上來 要稍微教他們一點規矩 對 我們沒有 不是霸凌吧 我們沒有霸凌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不會特別去霸凌他們 對 只是說 就是要教育一下 只是要告訴他們 就是說關燈才敢進去 沒有那麼誇張啦 只是因為 是因為 在清以前沒有這樣 他們 他們這樣 如果 在我們在清 他們要是到其他學校那怎麼辦 應該就被教育更慘 對啊 以前那個 平中 冰箱說他們都是半夜被叫起來 然後 去跑操場 張志豐 張志豐說他們就半夜起來 然後學長說你們去跑操場 你們 你們假如跑得比我慢 你們就完蛋了 然後志豐就想說 喔 還好 這個學長跑很慢 對啊 他們就開始衝啊 想說 欸學長你講這個廢話 你跑不贏我們啊 他們就衝 學長騎腳踏車 好貝皮喔 對啊 學長讓你們先跑 然後 那個志豐他們想說 啊 反正跑不贏我們啊 他學長騎腳踏車 第一個到終點 然後開始每個都 每個都拿棍子打屁股 哇賽 對啊 那個時代 然後要不然就是什麼 欸 來學弟這邊給你100塊 嗯 去幫學長買個便當好不好 學長 學弟想說 給我拿個便當 應該有的狗吧 對對對 六個機才變大 對 還要再找錢 一手台幣 100塊怎麼夠 記得找錢回來 還要找錢 找什麼錢 對啊 我們在京都很好欸 我們那個真的好 是是是 好玩啊 愛的相處 對啦 愛的相處 好 從高中的時候其實就 帶頭就打出名堂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其實跟你同屆就有喇叭 然後還有那個剪家宏 對 還有誰啊 帶豪 帶豪的弟弟 志偉 對 那時候其實我們那時候進來 都是當屆在國中聯賽 打得不錯的一些學校 都是徐教練把我們都抓到栽型的 是是是 不過說你們之前有霸練的這個狀況 你帶頭的 這個我聽說過 也不是 十大二人之少的排名第二 不是我帶啦 就是那時候真的是蠻累的 我們那時候在正如他們那一屆結束之後 所以我們的練球時間比較 準備時間比較長 因為我們那屆他們是打到八強 就打到第六名 然後就結束 然後後面還有四強的比賽 我們那時候打到第六就結束了 然後後面我們就開始準備 我們下一屆的訓練 準備時間比較長一點 所以前面可能徐教練都是在一些 那時候跑比較多 跑比較多 所以就那時候真的是蠻累 早上跑 然後晚上也跑 那時候最怕聽到就是教練 因為那時候也體育館 教練就講一句說 關燈換把保鞋上樓 然後我們就是上去跑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跑 當然那時候真的是太累了 所以我們就覺得 好像是應該要調整一下 要調整一下 自我調整一下 那時候跑那個夜靈大道 那這樣蠻長的 從籃球場跑到前面 那個游泳池繞一圈回來 這樣子光是從籃球場跑到那個 我們的校門 起碼有600到800公尺 這樣子的直線 真的蠻長的 然後這樣子 這樣繞一圈回來 我們是一分鐘 要完成 一分鐘完成一趟 然後要十趟 然後就那時候是因為 跑體能 只是跑體能而已 所以那時候是我們的管理 花經果 小花 對我們的管理 然後他幫我們壓錶 然後教練在樓下準備一些 訓練的東西 他就壓錶 一壓錶之後我們就慢慢跑 因為前一晚我們就講真的 我們都要調整一下 就我們四個 就我 喇叭 喇叭 家宏 然後跟那個 還有另外一個牛 就是廖同志 很壯那個 我們就一起講說 我們就調整 你看學弟欣負學長 英國是我學長 欣負學長 你是真的欸 同在心的縫隙就是那樣 學弟霸贏學長 沒有 那時候就想說真的要調整一下了 就壓錶出去之後 我們一圈回來 大概三四分鐘吧 就慢跑 然後就後來他也看 可能小花也覺得 爸練嘛 那就下去跟教練講 教練就上來 就說你們到底要不要練 不練 不練就回去 那我們就真的回去了 我們就真的回去了 我們就很開心 但還好我覺得這個抗爭 算是蠻合理的啦 對啊 那時候就真的蠻 這真的也算是還好 就真的很開心 因為就一個早上沒練 然後後來 後來自己也有想說 是不是應該要 跟教練道歉啊什麼 要回去了這樣子 我們還想說還在考慮的時候 好像不知道是哪一個球員 就有跟教練講說 我們有想要來道歉 但是小左跟家鴻他們不要 蛤 你被弄了 對 我也不知道是誰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然後結果後來教練要走了 他要去夜景道的後面那邊去牽車子 然後我們就 我跟家鴻還是跑 跑過去跟教練說 道歉說我們要 我們要好好練球了 這樣子 我們要好好練球了 因為你們還是跑了三四分鐘 我們今天一個早上 其實這樣子夠了 夠了啦 然後就過去跟教練道歉 教練就說 沒關係你們也不用先跟我道歉 你們誰想道歉 誰不想道歉 我都知道 然後我就 就哇 糟了 對想說哇一定被弄了